不賣了! 有了這些錢還債不是夢 今天的動物心友會跟大家說我有一個經歷 就是我直播的時候去了一個狼豬島 那個島全部都是狼豬 狼豬島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每隻捉回來的狼豬可以賣到八千元 現在我就來商店給大家看看我究竟可以一共賣到多少錢 身上帶了一個蟲網 剩下兩個化石就是我的島挖了 所以我總共是獲得27隻狼豬 現在我們身上有$299 我們賣27隻狼豬 總共是$216,000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一個非常正當的方法去一夜自付 不賣了! 哇!發財了! 有了這些錢還債不是夢 這個狼豬島要怎樣去呢? 現在就帶大家來看看 首先我們去尼克那間屋 然後去旁邊這部ATM機 我們用Nook理數去換東西 會有$2,000就可以換一張旅行券 然後我們來到下方的機場 當我們身上有禮數券的時候 跟莫里說話就可以按出島玩 然後他會告訴我們我們有禮數券 用禮數旅行券就可以出島 隨機去一個島玩 然後我會給大家看看我去狼豬島的直播畫面 欸!狼豬島 八角形的 嘩!吃禮獸 這個就是傳說中賺錢的狼豬島 我們看看可以一轉賺多少錢 把身上所有東西拿走 啊!不要啊! 哈哈! 發生錯! 嘩! 教你怎樣捉狼豬 捉狼豬的第一步 衝你的話你就按住A 慢慢走過去 他不衝你 就走 欸! 但如果被人兩隻位置就不要緊 你會從門口出來 方法二 衝過去 一下子捉過去 方法三 找狼豬跟你賽跑 一個發生捉 就是這樣 千萬不要無防 很危險 捉 一氣可吃 回馬串 作曲打 迷中步 以上就是我去狼豬島的一個經歷 去狼豬島好像一定要晚上才有機會出現 狼豬島的出現機率都很低 當你搏到 恭喜你 你幾家屋的債都可以玩得到 去之前大家都不需要帶道具 因為那裡的地形我們可以跳過去不用撐乾 如果大家沒有蟲蟲的話 飛機師也可以用理數去換蟲蟲這個道具 所以最重要去之前把自己身上清空就可以了 除了狼豬島之外 還有一些鯊魚島 一些稀有花的島 看看接下來會不會再遇到和大家拍片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和SHARE給你的朋友觀看 還可以加上門下的第一支影片 還有按鈴鐺 還有按鈴鐺接收直播和外面的通知 我們下集再見 Sup